坊间有句话广为流传 真正有钱的人 也许未必会出现在富豪榜上 诚然 那些如马云 马化腾一般能出现在榜上的 其发家历程及财富都能晒在阳光之下 但真正暴力的生意 往往是上不了台面的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大佬 纪小波 就是这样一位隐秘富豪 他被称为二代赌王 拿下塞班岛为一张赌场牌照 身价百亿 更是由女明星绞肉鸡之称 黄毅 林心如 杨公如等一线女星 都与他传过绯闻 九头身美女无配词 更是为他生了四个娃 也没转正 此外 他背后还有贵人加持 那可都是中国权力场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从东北小混混到塞班百亿赌王 与马云的好友前锋雷一样 纪小波也是蝶马仔出身 不过与前多多不同的是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自己的母亲领导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东北地区开始逐步衰落 当许多人深陷下档漩涡之时 东北女人崔丽杰 已经凭借着自己的生意头脑吸睛无数 经营了放贷 典当行 建材 房地产等生意 不仅赚得了第一桶金 还结识了不少有钱人 崔丽杰的儿子纪小波 读书时成绩不好 初中毕业就出来闯荡社会 成为一名小混混 母子二人共同打天下 完成了第一笔资金积累 但小小一个东北 已经容不下母子二人的野心 两人后来从东北老家来到澳门 开始追逐淘金梦 初中学历的纪小波 只能找到蝶马仔这样的工作 所谓蝶马仔 主要工作是为赌场拉来赌客 增加赌场收益 自己从中获取佣金 不少蝶马仔也从事高利贷转介活动 放贷 正是纪小波母子的老本行 深谙社会法则 洞系人性的母子二人 很快混出了名堂 开了一家名为恒生的赌场 短短两年 从一间贵宾市到七间 从12张赌台到86张 他们第一年就赚了3.5个亿 眼看着赌场业务蒸蒸日上 纪小波把自己收拾收拾 打包装进了香港上市公司 2013年9月起 纪小波斥资3亿港元 约为2.7亿人民币 以买壳的形式入主 香港上市公司第一天然食品 2014年收购完成 第一天然食品更名为博华太平洋 从博华太平洋这名字就能听得出 小波同志肩负的使命不是国内 而是整个太平洋的博彩业 所以在2014年国内反腐浪潮兴起 澳门堵不下去的时候 纪小波加快步子 勇敢地走出了国门 他将目光转向了赛班 这可是个风水宝地 不仅对中国免签 距离还不远 四五个小时就能飞到 如果去不了澳门 觉得东南亚太冷 但去拉斯维加斯太远的话 对于富人们来说 可是最好的选择 更何况 这里还对赌场免税 每年只需交 1500万美元的博彩牌照费 还能作为利得税抵扣 2014年11月 纪小波旗下公司 获得塞班岛唯一张牌照 成为美属北马里亚那群岛的 娱乐场独家开发商 牌照有效期为25年 可以延期15年 挡不住富豪们的 急不可待的花钱热情 纪小波连房子都没盖好 就直接租了个临时赌场开业 即使是临时赌场 也阻挡不了富豪豪至千金的热情 塞班赌场成了当时最成功的赌场 根据媒体报道 博华市营业时只有23张贵宾台 平均每张赌台每年产生超过167亿赌额 创造5.5亿港元的收入 到了2017年上半年 博华太平洋年报显示 新年营收同比增长75.7% 达到131.6亿港元 而全年贵宾赌台转码数达到3858亿港元 同比增长53.6% 他的现金收入几乎达到了澳门最豪华赌场的6倍 要知道 澳门赌场已经让拉斯维加斯相形建筑 在这里展示一下博华太平洋的财报封面 飞龙在天 金光闪耀赤裸裸地表达着对欲望及金钱的追逐 代表了无数梦想一夜报复的赌徒心思 依靠丰厚的资金积累 纪小波还直接建造了一个如皇宫般华丽的赌场 并给他命名为博华皇宫 这座宫殿富丽堂皇 美轮美奂 真如古式宝殿一般 此后 这里成功地主办了第11届亚洲超模大赛 让这座皇宫的知名度再度高涨 赛后不久 这里又举办了第一届赛班电影节 各界大佬也都到场来参加 大佬云集 众星捧月 纪小波好不风光 曾经的东北小混混 就这样成为了站在金字塔间的一带朵 攀附权贵 旗底大佬幕后的男人 当然 故事看到这里 有人可能就会疑惑了 一个来自东北外地 家产不厚 族产不丰 学识不广的矛头小子 如何能在鱼龙混杂的澳门站稳脚跟 又是如何能精准找到源源不断 且财力雄厚的大赌客 找得到需要洗干净的黑手 好风需借力 送我上青天 答案是贵人相助 纪小波遇到的第一个贵人 就是车峰 这个传奇人物 出身家庭非常普通 也就算各中产 初中毕业的他 经商的起点不过是上海滩的一家服装店面 生意还屡屡失败 但后来却成为中国权力厂 财富厂呼风唤雨的人物 财富增长速度超过了亚洲富豪榜上的很多人 要资源有资源 要手段有手段 这才是真正的逆袭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的妻子 或者说是他的岳父 身高180厘米的车峰 外形俊朗 尽管只是做服装生意 车峰身边经常会有几个跟班小弟 尽管仅有初中学历 比同龄人早入社会的车峰 有着与年龄不匹配的成熟 俨然一副大哥模样 由此 他吸引了一位年约17岁的少女的目光 这位少女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而那个恋爱中的女孩是他父亲的独生女 他的父亲是位金融界大佬 而且是权力场最顶级的那种大佬 不顾佳人的反对 着了魔一般的女孩 执意要和车峰结婚 从此 车峰的人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先后涉足互联网业 房地产业 资本市场后 他将目光转向了澳门的博彩业 但是以他的身份不方便亲自出面 这时他认识了纪小波 人精一般的纪小波 把车峰伺候得舒服又贴心 让车峰很满意 所以逐渐成为了车峰在澳门的管家 帮他负责在澳门博彩业务 而恒生公司前台 是由纪小波母子 负责前台的运营和管理 背后的资源提供者就是车峰 贵人相助 纪小波扶摇直上 一跃成为澳门最有名 最赚钱的赌场中介人之一 后来纪小波又认识了第二个贵人 创下了三个一百记录的赖小明 一百多套房 一百多个关系人 一百多位情人 同时加藏现金三吨 彼时 赖小明频繁出没香港 大手笔收购炒作香港上市公司 人称香港财神爷 这时他在一场聚会上 认识了有赌王之称的纪小波 据说赌王与财神爷关系匪浅 2011年11月 纪小波突然成为 家园投资公司持股40%的股东 此前 家园投资一直被认为 和民营资本明天系颇有关联 家园投资早前收购过一个 用来资本运作的上市科公司天行国际 纪小波在入股家园投资的同时 被任命为天行国际的执行董事 及行政总裁 并间接取得天行国际总股份的25.86% 2013年2月 纪小波卸任天行国际的职务 但是并没有清除手中的股份 2014年7月 纪小波将手中持有的天行国际 1.41亿的股份清盘 这笔收益可达4.2亿港元 仅三个月之后 2014年10月 华融国际高位接盘的 纪小波在天行国际的股份 收购价格为4.68亿港元 相当于纪小波之前 收购价的33倍多 随后 赖小民将天行国际更名为 华融金控短短半年间 股价即从2港元 最高升至8.2港元 卖掉天行国际后的纪小波 也是在这时将先前购买的科股 天然第一食品更名为博华太平洋 专心经营他的赌场业务 除了有贵人相助 更有富人捧场 纪小波的大客户 终有大量内地富豪 不乏知名企业家 比如精力集团董事长刘立荣 曾经打造了精力手机王国 2018年11月 他在香港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 亲口承认参与了赌博 地点正是塞班岛 前后输掉了十几亿元 精力集团陷入严重的资金危机 刘立荣本人也被列入了往外名单 此外 黄光玉也是他的常客 为他慷慨解囊 赞助了数亿元 女明星绞肉鸡 为他生四个孩子 仍未转正 事业得意 财富不断增长 纪小波的情场也是风生水起 纪小波 钟爱着三十岁左右的女明星 他的绯闻女友名单里有杨公如 林心如 熊带玲 黄毅等等 很多女明星 几乎都是倒贴跪舔 其中尤其为人瞩目的 是号称九头身美女的吴佩慈 他在正当红的时候 认识了纪小波 没过多久就 突然就宣布怀孕淡出演艺圈了 未婚先孕 是不光彩的事 他还高调宣布 不用问 这是在逼婚豪门男友 生了一胎 没结婚 又接着生了二胎 直到生了四胎 观众一直在看他用命运上演的大戏 八年间连生四胎到41岁 也没有嫁进豪门 尽管吴佩慈淡出了演艺圈 银屏上看不到他了 但生活中的他 剧情更加独一无二 更吸引观众 虽然他是个大明星 但在这场恋爱中 陷入了完全的被动地位 在两人吵架分手之后 吴佩慈主动出来道歉 通过媒体向季晓波忏悔 我觉得是我不够拼 付出也不够多 方才获得季晓波的原谅 当博华太平洋 在塞班岛上开业时 据说 孩子原本的预产期在月底 但为了选在好日子出生 吴佩慈选择了泼妇产 博华太平洋开幕当天 酒店大堂悬挂两条 世华洛世七水晶镶嵌的巨龙 有媒体报道称 这对挂件是吴佩慈送给婆婆的 开业贺礼 宝石世七聘请欧洲珠宝工匠 手工打造 折合人民币花费约十亿元 尽管付出了这么多 生了四胎都没能转正 但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 在社交网络上晒老公 晒婆婆 晒自己的豪门幸福生活 向来对娱乐圈耳目灵灵的王思聪 在吴佩慈怀孕时还留言 加油 单亲妈妈 一代赌王崩盘 圈内有句话 炮女明星者必死 这是因为 一旦你与女明星交往 就意味着 你要从此活在闪光灯之下 你幼儿园有过几个女朋友 都能被强大的网络扒出来 尤其是对于纪晓波这等 靠片门起家的富豪而言 更要懂得一个道理 不干净的钱要低调点赚 要不是吴佩慈三天两头的 在网上炫他的准老公准婆婆 今天送他几豪宅 明天又送了他几十克拉的钻截 谁又想着去扒一扒他的老公 到底是何等人物 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本应该生活在灰色地带的人 一旦暴露于公众视线之前 会不会有人想着要查一查呢 总而言之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昔日风光无限的塞班赌王 如今却是每况愈下 随着他背后的贵人接连落马 国家的反腐和反洗钱力度不断加大 季小波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由于大客户迅速流失 赌场收入大幅下降 根据博华太平洋发布的 2018年中期报告 上半年总收益为36亿港元 同比2017年的73亿港元 近乎腰斩 净利更惨 同比减少91.4%至7897.7万港元 2019年亏损持续扩大 净亏损为39.04亿港元 两年合计亏损超过68亿港元 季小波母子原计划投资240亿港元建设的14万平米的柏华皇宫 塞班度假村 在一期项目完成后 二期工程也一再推迟 同时 该项目需要的巨额融资也不顺利 7月9日公司披露 季小波的母亲崔丽杰对外出售140亿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9.97% 所得资金将全数借于柏华太平洋塞班岛开发建设 而在8月10日 由于柏华太平洋股价下跌 触发执行有关所持股份的保证金融资 催利捷又有约22.05亿股遭强制出售 如今 柏华太平洋的股价只剩下了0.01港元 成了先股 快要连扎都不剩了 而季小波送给吴佩茨的价值 高达3.3亿港元香港半山海景豪宅 也已被连续抵押了三次 用以换取公司周转的现金 从闯荡澳门的少年到塞班赌王 季小波用了22年 而从塞班赌王到如今负债百亿 季小波只用了两年 至于吴佩茨 从他近期在社交平台更新的内容来看 已经一改往日的秀恩爱画风 要么是为自己的老公摇旗呐喊 辟谣各类负面新闻 要么就展示自己的平淡生活 还在家叫外卖 大方晒出了某平价品牌的火锅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塔了 人生就像圆形的橡胶跑道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 无数人沉醉在金钱 财富 美女 声明的圈套里 奋斗了一生 沉醉了一生 到头来却是四打皆空 点赞留言 转发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